华纳的计划虽然总让人失望 粉丝非常期待的闪电侠 绿灯军环等电影一拖再拖 但这次总算靠谱的 据外媒消息 小丑起源电影将会在两周内开拍 目前暂定9月10日 复合之前的秋季开拍 不仅如此 曾获奥斯卡影帝提名的 亚利克·鲍德温也会加盟小丑 饰演托马斯维恩 托马斯在片中会是一个重要角色 在未来 托马斯维恩和其妻子的死亡 正是让布鲁斯成为蝙蝠侠的真正原因 但蝙蝠侠并不会出现在小丑里 关于小丑的定位 导演托德·菲利普斯这样说过 我不会把它归为任何一种类型 我的意思是我不会说 这是一部超音电影 或者喜剧电影 或者其他的 他给我的感觉很独特 我认为他比现在任何事情都重要 看来托德对这部电影十分有激情 这是好事 这部电影也是一个深入研究小丑的好渠道 我们能看到这个令人发寒的角色 在现实生活中挣扎 虽然这部电影成本很低 不太可能有太多庞大的动作场面 但用来研究人心 研究这个世界的话 足够了 小丑由宿罪系列导演托德·菲利普斯指导 奥斯塔影帝杰昆菲尼克斯 是演小丑 另外还有罗伯特·德洛尼等大咖加盟 这部电影将会探索一个被社会忽视的人 不仅是对人深入的特性研究 还会是一个富有警示性的故事 影片的预算为5500万美元 比大多数漫改超营题材作品都要低 小丑预计于2019年10月4日上映